这个电影呢 我们看到呢 两个负数呢 如果你把它表现成集式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相除在一起 这个Z1呢 Z2分之Z1 Z1分之Z2 那它就等于呢 R1分之R2 那么它的 它除起来之后 它会变成了cos Sine呢Z2减掉Z1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I乘上Sine呢 Z2减掉Z1 那么分母当然不能为0 R1不能等于0 那么这个定理呢 它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负数呢 你如果把它表现成集式的话 那你如果把这个相除的话 那我们只需要呢 把它里面的这个角度相减就OK了 角度相减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我们也把它证明一下 那既然相除呢 我们就把它除在一起 那这个除在一起以后呢 分子哦 它就变成这个R2 乘上这个cos Z2 再加上呢 这个I Z2 然后分母呢 就是R1 然后cosC打1 再加上呢 I sinC打1 那这两个东西呢 为什么会变成上面这个式子 那既然是做除法 那同学都知道 负数除法呢 是很难的 那么我们就给它做除法 看看能不能呢 求的这个式子 那负数的除法 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 在分子分母 同时乘上 这个分母的共2负数 我们再把那个观念呢 复习一下 这个 A加BI 乘上这个A减BI 这个A加BI A减BI 是共2负数 那这个两个共2负数 乘在一起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时数 变成A平方加B平方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时数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要 透过这个式子 把这个分母 把这边这个分母呢 把它变成一个时数 把它变成一个时数 那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边呢 执行一个所谓的扩分 执行一个扩分 那这个扩分呢 我们在分子分母啊 同时乘上分母的共2负数 那这个分母呢 它的共2负数呢 就是cosc1 减掉 i sinc1 把它相减 那上面呢 同时乘上这个cosc1 减掉i sinc1 同时乘上这个式子 那乘了之后 接下来呢 这个前面这里呢 R1 分之R2 我们就先把它写下来的 那后面这一串 这个式子呢 它的这个分母啊 这个a加b好 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啊 这个a加上bi a减掉bi 那么 它合并以后呢 就变成a平方加上b平方 所以呢 这个分母呢 它就变成了 这个cos的平方c1 再加上呢 sin的平方c1 这个a平方 好东西要注意 这边是没有i的 这个a加bi a减bi 乘起来之后呢 它会变成a平方加b平方 b平方是没有i的 i是在原来这边bi这里 好那所以呢 你这边把它全部乘开 分母乘开以后呢 它就变成这个cos平方c1 加这个a平方 a是cos 所以a平方cos平方 那b是sin 所以b平方变sin平方 sin平方 好那分子的部分 我们看到呢 这个分子呢 一正一复 那我们就下去呢 先把它乘开 这里呢 乘开以后啊 它就变成了cos c打 2 然后乘上cosc打1 乘上cosc打1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这个 不带a的部分 再把它乘起来 好这个正名跟刚才这个差不多 乘法的差不多 那这两项 你如果把它乘在一起的话 那么这两项呢 它们都有一个i 那这个i跟i乘起来 变成i平方 好 这个i跟i乘起来 变i平方 那因为这边是负的 i平方是负1 再加一个负号变正的 所以呢 这边呢 乘起来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 正1 那 然后剩下来的就是这个 sinc打1 sinc打2 乘上sinc打1 好 这是前面这两个箱 乘在一起 好 那接下来呢 代i的部分 代i的部分呢 这个 我们把这个i乘上它的这个 这一项 乘上这个cosc打1 那所以呢 这边就变成了 i 乘上呢 sinc打2 然后cosc打1 好 这是前面这一个 那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呢 在这里 就是呢 我们把这个cosc打2 我们把它乘上呢 后面这个 i sinc打1 好 cosc打2 乘上后面这个i sinc打1 然后把i提出来 把i提出来 所以它就变成了 这个cosc打2 乘上sinc打1 好 把这个i呢 提到最前面这边 提到最前面这里 那因此呢 整个这个式我们就得到呢 它就变成r1分之r2 那同学可以看到这边呢 分母 cos平方加3平方呢 咦 这个刚好是等于1 所以分母就不见了 整个分母就不见了 那分子的部分 分子这个是 谷谷-33 好 这边是谷谷-33 谷谷加33 后面这里呢 又是三个高三种形态 好 所以这个 复数 相乘相除呢 通通都是呢 使用这个 合角公式或插角公式 那以这边来讲的话呢 这个 谷谷加33 它就变成了 cos c打2-c打1 c打2-c打1 然后再加上呢 i i乘上后面这一串 后面这一串呢 三个高三 它就变成了 散影的插角公式 就是c打2-c打1 那 那